我今天要講一本非常有趣的書 寶寶這種生物 我想呢只要家裡有一個 兩歲以前的小寶貝 你一定會覺得寶寶的確是跟大人是不同的生物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們在學習的階段 可是很多是又想要自由又想要自己來 所以是非常非常難掌控的 譬如說吃飯的時候 它明明湯匙還拿不穩 它不要讓你乖乖的餵它 它要自己吃 結果呢掉得滿地 然後呢看到洞就想塞東西 看到箱子就想爬進去 想要自己下樓梯 其實它腳沒力 就用屁股蹭啊蹭啊蹭下來 那所以這一歲半呢 其實是對我們父母來說是非常難搞的 但是呢以我現在來說 自己在看到這本書 然後再想到自己在養女兒 那個一歲半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太有趣了 所以這樣的一本書 其實可以給現在家裡有 兩歲以前小寶貝的父母 你來看都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對不對 可是對像我現在來看就覺得 哇充滿甜美的回憶啊 你有一個東西藏起來還能幫你找出來 甚至連晚上睡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本來好好睡在中間 怎麼睡醒了 然後跑到床尾了 而且睡覺的時候還會對你拳打腳踢 你施展暴力喔 那這個其實也就是一歲半的特性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覺得這個東西為什麼教你這麼多次你都不會呢 其實一歲半是他什麼都想學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他忘得很快 很多都是他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對他要更有耐性 然後慢慢去陪伴 那以後你來回想 其實這是一段很美好的時光 那這個也是讓我們知道 寶寶其實根本就是不同的生物 我們對他就會有更多的同理心 也會有更多的愛心跟耐性